别人不方便 陈景润跑到一个三平米的厕所里边 那厕所没起用 冷掉死他把窗户躲了是不是 就这么一个人 你看陈景润还有另外一方面 你都想象不到这个人会这样 他生孩子以后呢 哎呀把这孩子当个宝似的 有的同事也喜欢孩子 来来来给我爸爸给叔叔爸爸给阿姨爸爸 陈景润把这孩子给他抱的时候 要求这人干嘛 你给我写个欠条 你欠我孩子口说无凭啊 你得给我写个欠条 你看人情是故事不怎么懂的 但是你说他一点不懂他不是 花落庚先生死的时候 陈景润坐在轮椅上 任何人掺着站起来 在花落庚追导会站40分钟 就他对老师有着非常朴素的感情 后来也是 陈景润在大街上让个辞行车车的 砰给撞地上了 他都没防备 后脑勺着地 见过脑震荡 第二年就帕金森是综合症 卧床不起 后来在1996年 陈景润与世强死 像陈景润这样的一门灵 对其他的事啊 不问不问 其实这样的天才呢 世界范围有很多 你比方说我 当然了 这个同时啊 还伴随着更大的质疑声 那就是说你教授这个 对人家公平不公平 你是不是能教书 其实咱们看呢 中南大学给流露什么 叫正教授级研究员 说白了是让他搞研究的 不是让他教课的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问题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不想让他讲课 让他尽管多的从事 或去研究 在国内外 在全世界 在这个领域最好的地方 去这个讲学 访学 丰富他的愿意 就是给他的扩研 提供最好的平台 因为我们现在大学里边呢 有的人教课 也有些呢 搞研究 当然我们是提倡的 更多的这个大学教授讲师 应该起码能站在课堂上 教一教课 而不是单纯研究型 而且这个事情上 流露被评为教授 我倒觉得在某种程度来讲呢 假如流露不是二十三岁 而是三十多岁 可能就没人提这事 为什么呢 你看 咱们现在评教授怎么评 你从副教授到教授呢 一般是五年时间 这五年时间呢 里头的考核的项目 你像有这个 得在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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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